在学校的时间总是过得拉马 一眨眼一秒钟的功夫 我就读完了我整个初中 好像自己从来没上过中学一样 我书读得少 你们可别骗我啊 一秒钟真的能毕业吗 学校放暑假了 同学们也不能掉以心心 预防溺水事故 确保学生暑期溺水 我真的没看错吗 还要确保我们溺水 老师我不想溺水呀 生命这么美好 我想活着 虽然我不会游泳 但我会的技能可多了 比如给门上锁 只是锁装好之后 这门锁不了 我为你的动手能力点个赞 有些时候 不是你想动手就能解决的 酒店房间的灯开了一晚上 不是我不想关 而是我够不着 这间房可能是我姚明准备的吧 这年代外面小哥也不好当 我躺在病床上 你来的时候悄悄的 不要让我老妈知道 不然她会打死我的 我在八楼五十四床 这一单我不敢接 万一被你妈发现了怎么烂 家里养了一只小刺猬 天天跟我躲猫猫 还别说 她躲在这茅潭里 真的很难认出来 小刺猬在茅潭里 仿佛找到自己的好朋友 本来是打算上洗手间 刚一进去我就傻眼了 马桶你是打算造反还是咋的 居然往外冒 不好意思 你卫生间气味太重 我忍不住醋了 气味不好闻的结果就是家里的狗都显着 小华你快进来把我救出去 我依靠着这个洞才能勉强保持心形 我上辈子应该是齐天大圣 这辈子还要在五指山下 可怜的除了狗狗 还有家里的猫咪 养我到底是为了啥 就是为了让我在家当你们的牌桌吗 我猫咪可不是吹牛 刚刚好几个炸弹落在我身上 我都没怕过 俗话说 小赌一行 大赌伤身 强行赌博 性价荡产 赌出心里非常的可怕 赢了 还想赢更多 输了就想回本 十赌九输 赢的那个只能是赌神周润发了 在这里呢 我是真心实意地劝大家 不要沉迷赌博 上次我跟朋友们打麻将 我输了好多的钱 哎呦 我这心疼的哟 中钱不容易啊 二十块的巨块 数不就没有